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差不多图黄和天蓝吧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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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佐拉德先生是这个比较传统浅颜色画期 从浅到深 这个油画点出身不太一样 从重色开始 对 好吧 好 好 好的 好 好的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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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本就把剪刀扣掉 太多了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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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的水彩的画法就是用从亮颜色开始 然后逐渐的向岸面推 对它也是用中国毛笔的 中国毛笔就是西色多 对刚才黄老师那个问题我们讨论就是水分问题 实际上水分是一种水分的感觉 并不是指水分用多大 现在总而言也是这样 画板可以垂直的放 水分是一种留在纸上的那种水的这种水印 水字 刚才黄老师用的那个词很准确 就是是在笔上多沾水 而不是在纸上上来有多少水 笔上多沾水实际上是笔的那种水的变化 水的深浅变化 使它有这个水的感觉 并不是这个忘了有多少水 实际上是水的核心呢 是水的核适 不是水越大越好 水能够有那种 留下那种变化的痕迹 就有水的感觉 感觉很高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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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花 凌硬 i know you 你妒陪我一夜 这什么东西 我刚青 放入冰箱 嗯 嗯 嗯 我被碰到,被碰到这个线。 我被碰到,被碰到,被碰到,被碰到。 被碰到,被碰到。 被碰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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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碰到。 被碰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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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碰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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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細辣椒 放在平底上 要不要碎 然後放入 糖 涼了 放在 5-60 枝 放入 再放入 遇見 要再用 我們把一個口袋放在中間 上來再放在這裡 通過一個卡住的 在這邊這我可以將浪費 我們要用在這裡 我還可以把 oranges餐廳 用來切而開 接下來我也在嘗試 我覺得我們要喝 我們要來吃 我們要來吃 我們要吃 我們要去吃 我們要來吃 我們要來吃 我們要喝 我們要喝 挖揉手 挖揉手 大家注意这个暗面啊 实际上就 你看早上的先生用了两个颜色 一个是发蓝的暗面 一个是发褐色的暗面 对不对 就暗面的颜色里边 为什么会有两个颜色呢 就是朝向天空的真正的暗面 那个朝向天空的是蓝的 而朝向朝下的没有 不是反射天空 天空的颜色的 就是褐色 就是暖色的 所以这里边会有变化 对天空就是说 这个面朝上 影子挡住了 天空 那个颜色为什么会来 就是天空的反射 天空反射会来 但是朝下 比方说石头 它那个面是朝下的 就是褐色 对啊 对啊 对吧 这个画画核心的内容就两件事儿 一个是素描 就是造型 一个是色彩关系 对吧 就是色彩关系 这两个用色彩关系的造型 对吧 就这两件事儿 然后剩下的就是画面处理 对吧 来关系 对吧 对吧 这两个用色彩关系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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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整体的协调的 往前推进 不能是画完一块再画一块 就会这个这个局部 就会就 只能是超照片了 什么早上是下照片 最后画出来不像照片 是画 有区别就在这儿 一开始铺大关系呢 就是是画面 你看这个石头 就有了整体 就是有一个气阳 生动的感觉 是吧 就石头它流啊 那颜色虽然留不住多少 但是它把石头的那种 就是颜色的大的变化和分布 就是有了一个 有了一个气氛 对吧 一个动感 然后再慢慢地塑造细节 就会发生了一个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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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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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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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注意那个面朝下的那个蓝色 一定是暖的 不受天光这些影响 一开始画的时候要放松 整体感觉就比较随意 到现在就是要精益求精 就是要很细节刻画要非常的严谨 看他那颜色非常的大胆 就是应该是什么 那个Indigo吧 鲁语是那个蓝 是电青 对电青那个蓝 有点爱Indigo 电青 待会结束的时候可以问一下 他加了这几种颜色 他主要用的都是这几种颜色 对 对 然后对 我们完成了 然后这个绿色 我们完成了 哇塞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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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 好 好 我们要泠发了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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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说一些太好了 如果你太靠,就那把你买面 我可以用来切成在衣服 我问他现在 我问他什么 我根本的交往 但是他不知道妈妈,因为他试图 然后大家都可以问他这些问题 他会答应 我看师傅能介绍一下这个颜色 他问他,他说他现在先别问 待会他画的差不多了 然后他专门给时间,大家可以问一下 这个问题 我们去看这个视频 大家要赞个瞎点 我等下来 我们把这些闢口放好 就是这些闢口 那么小一点 可能点 我们在用这个视频 我们在用这个视频 还是阿湿的一样 跟黄老师都一样的水苔质 昨天的老师用的跟黄老师完全一样的 阿湿的300克粗纹的水苔质 一样 颜色是温上牛顿 对 颜色肯定是专业大师记得 颜色用不了多少 像黄老师那种画画是用颜色多 就是很厚的 就像油画那种突出体积感来 看来自己的都慢慢一会儿 像水分颜色 对 像水分颜色 用颜色的 用颜色的 用颜色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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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很厚的颜色 用颜色的颜色 用颜色的颜色 我们用颜色的颜色 用颜色第一FC颜色 不要颜色年至高 逢个颜色 三毛 要颜色之间 冷碍 opt 用颜色LE 那么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照片看哪儿都是 你放大照片上都是湿的 都是清除极了 所以这是素描上的功夫 素描上还要研究画面的轮廓和这个层次和结构 这就是把层次 实际上刚才这一笔重的颜色 就是把层次推出了近景和远景 这两个未景分明的东西 就是这是近处的 你看现在这个画面的结构现在逐渐看出来了 近处这一桌石头是个近景 对吧 远处那一桌石头是个远景 然后天空 这样是三层关系 对 颜色差不多 但是虚实就能看出来它的空间关系 那么用海水那笔颜色 海水那个是干化 然后把近处的石头的亮面给挤出来 一下子拖出来 对 也不一定啊 也可能更亮啊 水分的感觉呢 是这个干湿来制造的 刚才黄昌赵老师说笔的 用笔 其实主要这些也是在笔上去实现颜色的变化 当然也是借助纸上的这个湿啊 流动啊 干的地方 我们看到是先边画一笔湿的往下趁着流的时候 底下那笔一定是干的 这样呢 下边就是把这个光影又推出来了 就是圆的 石头是圆的 是一个是一个灰面 是一个渐边 渐边从前到深转过来 棒 一个投影 对 一个投影 就是投影他这个 所以 呃 这个佐尔泽先生一直 他画的这个什么 从来都是光影明确的 有非常清晰的光影的这种照片的素材 嗯 所以他是画这个 就是利用干湿啊 投影来形成的这个投影来塑造化 这个节奏感啊 强烈的对比 虚实关系 大的 大虚大虚 刚才黄昌赵老师也是这样 他用笔 一条一条 就是进出这个 下边虚 一扫着就在上面虚 所以他这样会形成一个一个小的这种 圆 爱团的圆的这种 爱这种虚实 就是 那么呢 笔根是沾的水多 笔尖是调的颜色多 所以这样就造成了虚实的变化 水分上的多少 就干湿 笔尖非常干 那颜色都是 都是这个这个这个 不经调色的那种 或者说是 啊 是纯色 而且是有体积的都是 对吧 就是颜色都有厚度的 哎 那么笔根是水分 所以他这样形成的那种 颜色的那种变化 我还差字气 是我们也这么华 有没有说吗 只不过是我把这些体会给你们说出来 想办法跟你说出来 那一样 现在这可以吗 老师在那个 柯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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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来自先生也是这样 他是比较注意 第一是结构和层次 就画面结构 一个是明暗 一个是有近景 中景 远景 所以你看他一般不用不画那个 阴天的那种灰色 对吧 你看墙上看陈坚老师的话 他也是要有明确的近景 远景 黑白对比 对吧 这样的结构就明确啊 陈坚是不是就上次败书馆 对对对对 他的颜色 对 所以他的这个也是这样 就是你看天空 这个主体 天空一定有这么两三个关系 两到三四个关系吧 画面一般的三个 不要少一三 两个就有点简单了嘛 对吧 一般的是三到四个关系 你也不能七八个 那就不叫关系 那就要层次了 是吧 就是一定是那个明确的 这种一个结构 那么层次是指什么 就是那种微妙的变化 丰富的层次 你先有大结构 那么像这个呢 你看亮面和暗面 这是一个对比 另外呢近景 中景 远景 水和石头 这都是构成他的关系的 一个元素 你看现在就非常好 现在大家看到这个 深浅虚实 节奏已经出来了 对吧 它是用 用暗 用投影 来拖出主体 那中间这块石头 可能是亮的非常好 就是周边用石的 来拖出这个中间 这个石头 是一个亮的虚的东西 这样的画面的节奏就很明确 只有北欧有这么干净的海 这些世界海家都是移民过去的哈 这些世界海家都是移民过去的哈 在那边的地方 那么多了 就是去北欧的海家 现在来的地方 比较好 一层八千里 这个地方 不准备放了 好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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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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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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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这些全都是素描的功夫 就是在刻画亮面和灰面 暗面是虚的 暗面一定是虚的 就是用实画法 而在这个明暗交界和亮面和灰面这部分呢 是要有丰富的细节和激励 用水把这个亮面转过去 一只笔是清水 一只笔是颜色 用水把它接过去 两个 一个是一种办法 是先刷水后画颜色 那种是虚的 那么第二种办法是先画颜色 后拿水接 这样就有形 画的东西有形 在刻画细节的时候 一般是先画颜色 后拿水再把虚的地方破掉 就是用中国话说法呢 就是墨破色和水破色 或者这个色破水 是吧 就是先画颜色 是不一样的 先画水画出来是虚的 是大虚 这个先画色 后画水 是有虚有实 就好控制 所以我们跟大家一直强调的 就是一定要画好素描 我们先让大家 先画一个素描 再画一个颜色 就是这个道理 你要理解 不理解 你很难把它画进去 那么在刻画细节的时候 也要注意节奏和用力 并不能完全按照对象 那个豪利比线 就是那种 大家刚才看到 那个左边那个石头 那个笔处 先画一个暖颜色 那种褐色 就是暗面 然后把 就是暗面那个 用电青 然后一扫 过来 这个流动的那种 就那种暗面的光影的 那种反射的 那个光线的感觉就出来 有一点湿的地方 正好是投影 投影肯定是蓝的 因为投影呢 是反射天光嘛 所以那个蓝颜色就非常好 你看那个湿的窝的那种感觉 使得窝的感觉 那个投影那部分是 反光部分是暖的 而那个投影是冷的 就水彩这个事呢 就是有技术 甚至技术也比较复杂 但是核心的还不是技术 还是基本的 基本的艺术规律 不清就是 都作为艺术家 但是艺术的东西啊 我就说 从技术上啊 他还要懂基本规律啊 你塑造的才能有 有把握 有方向 有目标 有措施 否则的话你干着急 不知道往哪塑造 是吧 我们认为 你看周老师先生画的这个 很有节奏 很有用力 核心的是什么 并没有所有的细节 并不是所有细节都画 也不是所有的细节都不画 对吧 关键是画哪放松哪 这个就是考试问 就是对 基本规律的理解 比方石头是圆的 怎么塑造圆啊 这是最基本的东西啊 刚才黄黄赵老师那个也是 是吧 人的胳膊是圆的 头是圆的 很简单 怎么塑造啊 光感 都是它有黑白 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东西啊 对吧 你有这个东西怎么画的时候 另外你调整 对吧 你看他后来的也是在调整 调整的目标是什么呀 为什么要调整 调整哪些东西啊 所以都是有原则啊 对 你看现在周老师先生这个 先画一些暗面 然后呢 这个升出来啊 很细腻 这部分很细腻 然后下边那部分就很 很整体 这样画面呢 就是 就这种节奏感就出来 就张实 有序 而且你看 头眼画 非常的肯定 头眼部分 非常肯定 颜色挺丑的 对啊 这是这个 蓝色那部分啊 就是有 先画的暖色部分 就是反光 然后现在画的是 暗面和 和这个头眼 所以这个 这两个关系 分两层画 就 还有把握 现在这个石头 这个圆的感觉 实际上是在 抓明暗交界线 抓投影 然后整个暗面 就是亮面万亮面过渡 非常微妙的过渡 利用水彩的水分 擦出那种机理来 就擦出石头的细节来 扫过来 那个笔是扫过来 是吧 就是像刚才有人说 干存 生出来的 是吧 一定是扫 对 对 对 怎么叫一层 叫两层嘛 这不有个底色嘛 就底色 对 不是 为什么叫有底色呢 就是其实这就 留有一地 有些需要的时候 就是 对 留出来 然后就是 非常必要 不能是 不能是一变 反光 你先有投影 投上去 可需可实 这样就主动 其实手里面 对话呢 就是这一块 对 对 是谁呀 这一块 是 到 这 让 che 咴 之 邂 �� 即 甚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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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里边有生核,我那盒呢,那盒里边有生核,对 对,对,那里边有生核,那里边有生核,对 我们可以参考你,窦读,那里边有生核,那里边有生核,那里边有生核 是对,那里边有生核我,那里边有生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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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里边有缸绑 很熟,那里面有生核,冬天有生核,那里边有生核。 我们要过乾淨,现在对那里边有生核的。 。 这画是直接用笔去造型的 所以大家就是画素写的功夫啊 这个要很准确的 对吧 如果你说行动画不准 你只犹豫 或者是靠苗才能瞄准 那你的节奏和韵律就出不来啊 所以大家要画素写画素描 为什么强调这个 我觉得素描素写的功率是呢 冰山下面的 七分之六 而水彩露出来是七分之一 对吧 你看现在刚才 讲了先生这几笔 是吧 就是很认真的去画那几笔 那几笔就很讲究的 去塑造那几笔 而且画出来 它本身是有节奏和韵律的 对啊 那个石头那个倒影 那个深刻嘛 是吧 你现在这个画水是最减功夫 水的笔处 就是它的节奏和韵律 你现在开始看啊 它这个画的是非常非常讲究的 你如果是照着 照片直接去描 那描出来肯定是没有用于的 所以它肯定这个笔啊是连贯的 横下它水波纹是横下 对 大家再开始看啊 现在是这个 要用 把水的波纹直接画出来 那种深浅变化 对啊 对啊 对 这会儿是最简 最简功夫 对啊 对 直接画出来 这个你光考期搞的怎么起啊 前面稿没有用啊 对啊 对啊 其再准也没有用 是吧 毛笔要直接造型 所以手头有 手头眼睛啊 对啊 很管用才行 一样 这才是 就半透明了嘛 先和后画这样 是先把这个定位了嘛 还是先定位一下 后画也一样 好 来啊 好 对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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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们下来 好 最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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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这会儿要趁湿把那个水波浪的一种稠动 也不能太湿 太湿留不住 这部分是水采的最核心的这种技术 所以这时候用笔直接造型的能力就能看出来 很肯定 很果断 这部分的能力就能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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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部分能看出来 这部分能看出来 点声 ?.? ?. ? 。 ? ? 。 。 。 ? 。 由石头干 鲜化虚的东西 然后步步一步的就 对 慢慢的会越来越干 就是把这时候水槽的那种感觉鲜化出来 毒 变重 吸变 变 噢 按 像关机 好了 的 关键是大关系 就是画面 因为水彩最主要的是 把握住 利用时间和水分的这种干湿的变化 把画面这种生动的感觉塑造出来 然后在 有些东西可以慢慢的刻画 但是核心的东西 还是 还是在最开始的 铺打关系的时候 能够表达出来 泽郎先生这个颜色非常朴素 没有那么多 实际上核心还是在这 还是塑造 就是把这个 很讲究的形体的这种刻画 那么现在这个阶段 就最见供火 对 水波纹 这个 你如果一个一个的描 肯定就描下了 就是没有韵律 没有灵贯 这一定是 这一定是既有这种连续又有这种细节的准确 生动 和准确 这两个是很难统一的 好 我们这个直播的时间很快就到了 但是这个我想能画到什么程度 我们就直播就到这儿 那艺术的问题呢 和新的还是规律 我们想还是一个大的 还是道理 还是基础的知识 那么有很多 每个艺术家呢 都有自己的一些的体验 或者说特殊的 就是经验 把这个经验呢 变成自己的一个特点 形成自己的风格 像黄花张老师呢 是属于那种创作能力非常强 所以他有很明确的 这个个人风格 然后去 而且连续的去 他比较稳定的去画一个主题 这样呢 在一个问题上就挖得很 很深 另外他有很 很强的素描造型能力和这个基础 所以他的画呢 就是还能够支撑得住 他很少能 很少画坏 就是他这样很少画坏 他这个 他的颜色也很少 他的色调也很统一 就是造型也很强 所以就是很有把握 当佐阿兹先生呢 是属于 传统的水彩 这种 就是用实画法 用一些个 这个 慢慢的去塑造 所以这里边 我估计是 一点一点 他为什么说一张画 早就像在上海说 这张画要花一天半 对 一天半就要丰富多了 但是现在我们从目前的情况看 它的整体关系已经都有了 节奏和韵律 只会越滑 越充分 那么现在看 我们看这个水波纹 其实这里边有规律 这个规律呢 水波纹实际上 它形成的像一个 像一个圆形的这种波浪 不能随便来 它有一部分水是透射 就是它像山峰一样 你可以分解成 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反射天光 就是对面的天空 一种是什么 就是朝向我们眼睛的这边 就透射 就透射过去 就不反光的 所以像绿色的水草 就能看出来 那么反射天光的 就比较亮 另外还有就是反射 现在画的这个 种子这部分是反射石头 所以它这里边比较复杂 那么一个是颜色 主要是这个节奏和韵律 掌握了这几层关系 你看现在水波纹 在什么位置 出反射天光什么位置 反射这个透射水 水这个是心中有数 画下来 先是分析 那先是画多了 这里边就有规律了 有了规律以后 你看在表达 表达的时候就能够 就是 比较有把握 现在这个水的波浪的感觉 就出来了 最重的颜色 然后呢 再画 进一步的层次的颜色 表面上看是抄照片 实际上抄是不可能的 这里边是有很 就是很明确的规律 这个规律是经过长期实践摸索出来的 所以画下来说 看的是照片的 照片是看它的特征 其实呢 特征和规律之间 其实一个平衡 你不可能是完全抄照片 你如果完全抄 那个联系的那种整体的关系 怎么可能抄 你是看不到的 所以抄的是细节 那个特征部分 然后那个 有了规律以后 然后把这个特征再表达出来 就是那种生动 生动的感觉就出来了 给它波浪的那种感觉就出来了 这种韵律感觉出来了 一定用大笔 尤其是像画水这种的 一定是一支笔 然后呢 画下去 它那颜色呢 是有一个秩序的变化 就是你站的颜色是深的 笔根那部分颜色是水分多的 所以这个颜色是越画 越深越画越浅 它是个整体 你不能说画两笔 然后调一个颜色 画两笔调个颜色 最后看到的东西是断的 那气韵就断了 所以一定是用大笔来 一下子画 画好长时间 对 连续地画 水面对 对我正想说这个问题 现在我们在看规律 刚才我们说到规律 这个佐安斯先生流出来一些个 这个非白 就是水面的高光 那么实际上这部分呢 正好是那个水波纹的 就刚才我们说水呢 实际上你可以理解成两个面 像海浪呢 是一个像一个山一样的两面 那么像这个水呢 是一个波 波呢 像是一个连续的一个坡 对吧 像一个连续的 一个曲线 一个连续的曲面 这么这个曲面呢 有一个角度肯定是反射 那个天光那边的 那么有 逐渐的就会转过来 就像画那石头是一样的 石头亮的那边是反射天光 石头这边 就会逐渐进入暗面 那么这个水呢 就暗面的地方是透射 这个透射过去 就能看到水底 水下的水草 所以这部分呢 颜色是比较暗 然后呢 里边有绿颜色 所以这时候就流出来的是 这个高光 比较亮的颜色 灰颜色 然后逐渐的 到暗面 因为水很特殊 和石头不一样 石头是真有暗面 而水呢 是相对透射 透射水底 所以就比较深那部分 所以那部分呢 是比较暗 那么就是说 这样呢 就是高光 利用这个板子 这种东西 你看这种 这种 这个波的这种感觉 就画出来了 对吧 所以现在 就越画越丰富 流出这空白了 一来 道理 山вет 寻标 西桃 噢 是不是 Dynamic 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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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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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 第4 第5 第6 第4 第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还是这个直播的平台是秀福水彩 中国美术精选秀福水彩来自助的 所以我们感谢他们 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继续关注呢 可以关注一下易高微信公众号 是吧 对 还有微博上 我们会给大家不断地提供水彩艺术研究的信息 和不断地有老师来我们这儿做精彩的表演和这个 可以 好